我覺得 就是 作為子女的還是希望 父母都可以健康平安 就是最重要 謝謝大家 心疼妮妮 陳婷妮父親欠稅達481萬 被搶這局提至看守所 她29日發聲明表示 看新聞才得知消息 30日首度露面 今年露出笑容 出席運動品牌活動 現在就是 就是像昨天說的 就是已經有請律師 然後一起協助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 對很抱歉 佔用大家的資源 但對我來說 我會勇敢 然後擁抱智慧 然後 還有大家給我的祝福 然後一起好好的 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圓滿落零 然後我覺得 就是 作為子女的還是希望 父母都可以健康平安 就是最重要 謝謝大家 目前沒有辦法聯繫 就是 先請律師協助處理 這樣好嗎 大關係 謝謝 是跟媽媽見面什麼 謝謝 呃 就是過年 過年 只會 覆蓮 有跟那些還會嗎 有啊 就是她一直都有陪我 對 妳喜歡妳進度 好像有在進行 畢竟這是一件 就是人生大事嘛 然後我們也不想要 讓她辦得很倉促 所以我們也沒有 給自己定下一個什麼目標 說一定要在幾月幾號 完成計畫A 然後下一個計畫是什麼 所以我們比較是 藉由我們兩個的工作空檔 然後去共同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真的都很愛運動 所以還是 就是希望能夠結合大自然嘛 然後就希望讓大家 可以輕鬆自在的 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然後順便感受一下 大讚的美好 然後帥帥看一下 看怎麼定義爭吵啦 我覺得就是 大家彼此講出自己的想法 一定會有 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為了什麼事情 在共同的討論 是融合兩個人的意見吧 對啊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 重要的事情對他來說也是啊 我覺得要我們兩個都很滿意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一起運動是拉近我們 距離很好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 當然運動過程中很快樂 但是運動之後的按摩放鬆也很重要 然後像跑步 其實會很容易用到的是 小腿的肌肉嘛 比較方便一點的 真的還是要有教練幫你放鬆 或者是身邊有也很愛好運動的 另一半幫你放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也是屬於我們 適合我們的生活情趣 所以會不會幫你拉筋 會啊 因為拉筋畢竟很痛 就是他有一個人在旁邊就是 給你一點加油打氣跟鼓勵 所以又有一個人在旁邊 讓我陪你一點